消防趕到後 在5分鐘就救色長火 而三架派在公廁對開的電單車 就被火燒得熔熔爛爛 淨花車殼 現場是新蒲崗仁愛界 在凌晨4點多 有途人發現有電單車著火焚燒 於是報警 消防到來救色 經過調查後 認為起火原因有可疑 交由警方跟進 並列作縱火案處理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